换个焦点 免费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虽然喊停了 但是配合全国免疫州 政府决定明天开始一直到6月24号 一连五天 让年满5岁到11岁的孩童免费施打新冠疫苗 卫生部副部长拿督诺阿兹米发文告透露 父母可以带孩子到卫生部旗下的政府诊所免费接种 这项服务不需要预约 但如果当天所在诊所的疫苗库存不足 父母就受处第二天再走一趟 卫生部促请之前措施机会带孩子打疫苗 或是当初犹豫不决 但现在改变想法 希望孩子也赶上免疫列车的父母 抓紧机会踊跃响应 至于即将借满5岁的小朋友 家长也可以从Mais Jatara查询详情 预约打疫苗的时间和地点 总结束了 准备了 最后条件是顺利 到处理 成年